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每天被快乐包围,慢慢长成一个胖子 可这天来了一个怎么哄都愁眉苦脸的小男孩后 身边的一切发生改变的故事,欢乐甜品店 在欢乐小镇上,老李经营着一家幸福的蛋糕店 他的生意每天都好的火爆 小镇上的人都很喜欢吃他做的甜点和蛋糕 大家总是带着期望而来,抱着美味满家而归 当然,他们临走时都会给老李一个快乐的微笑 大家的微笑让老李十分的满足 他在微笑中逐渐的捧撞成一个大胖子 老李每天都很快乐 毕竟让他胖起来的不是肉,而是幸福感 这天来了一个背着双肩包的男孩 男孩愁眉苦脸的进来 他接过老李的帮忙糖,又愁眉苦脸的离开 没有得到微笑的老李感到十分纳闷 难道是自己的糖做的不够甜 第二天,男孩再次来临的时候 老李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巨大的帮忙糖 这次男孩依然愁眉苦脸的离开了 即使老李把所有的帮忙糖都抛向他 他也没有快乐起来 男孩的忧郁传上给了老李 老李所有的快乐都瞬间跑光了 他又变回了一个普通人 顾客给老李的微笑让老李悟出了快乐的真理 于是他邀请男孩和自己一起坐在会台内 当男孩为一个女孩送出蛋糕时 女孩会送的微笑让男孩感受到了欢乐 男孩终于和老李一样被幸福感充满了气 变成了一个膨胀的大胖子 是啊,若想被爱,首先爱人 大家常说女人玫瑰,手有余香 我想快乐也是这样 快乐不仅会传染 而且会在分享快乐的过程中越来越多 事实上情绪不管好坏都会传染给身边的人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开心快乐 毕竟笑口常开,好彩自然来嘛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计订阅小丽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